長期的走到後面 他就走在那個穿堂回廊上面的時候 東西不知道是故意的還是真的掉了 就掉了 掉的話我們通常一般來講 女生如果穿那麼扒的那個短褲的話 你應該是蹲下來撿 他不是 他是這樣撿 就一撿這樣 他現在穿那個麵包鞋的那種很高的那種鞋子 就他這樣一蹲 這樣直直這樣一蹲上去的時候 我就看到後面那個褲子 是把這個樣子 突然間孔穴開屁 變這個樣子 你聽懂了嗎 就他褲子把應該是這個樣子 然後他突然就啪 就變這個樣子 你知道我們後面那位60多歲的老部長 差一點點有沒有 狂噴嚏一點心機梗塞你知道嗎 通常一般來講 我們如果去參加一些 像例如上禮公祭場合的時候 我們盡量就是穿比較顏色比較深 因為我記得有一次的時候 也是有一個正高的媽媽過世 他也去採訪 他穿的上面都還滿OK 下面是一個鮮紅色的高跟鞋 很不得體 這個就沒有屬於專業的問題 好 所以最後運輪哥教教大家 其實我覺得在職場上除了工作順利 也希望愛情得益 最重要是不要讓喜歡的男人倒談 沒有錯 這個要得到一個折衷 因為職場上也不宜太爭其鬥厭 可是我們又不知道當愛情來了 它什麼時候會來 沒錯 所以既要維持專業感 可是專業感有時候又會流於呆板 同時我們又希望說能夠吸引異性的注意 這當中我拿捏其實很多這個服裝雜誌 都有很詳細的介紹跟解說 女孩子們當然必須要偶爾去 研究這些功課 怎麼樣讓自己的穿著得體 因為這就是一定是第一項 有時候第一項就已經決定 大家是喜歡你還是對你有嫌惡感 所以整體的穿著跟整體的習慣 相當的重要 不過剛剛也分享一個 就是她很早就起床 開始打電 對 六點 為了就是自己的好意願 可是在這段過程 可能我覺得現在打越來越晚婚 有些女孩子 那可能好意願 真的就在你身邊出現的時候 適時的打理一下自己的話 應該會不錯